大家記得上星期我說過魔法戰神四階段的作品 五階段 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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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第五階段的希望會有 第五階段應該不久的將來出現 最後的階段 低著的還會再低 那你覺得這套第五階段 這套都是尾的 現在的尾 好 接著要講這套 就是這個 怎麼唸 全名是 QC 沒有QC 你竟然說QC 這套有QC 這套有QC 甚至是QC有錯 Quality Upcode 如果你跟日文有不夠唸 問題是 他整套 其實如果這套的作畫 不是去到那麼崩 我相信 那些人 不多不少都會 抱著一個寬容的態度 就說 我隨便 起碼就是 那些女生可以 那些女生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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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問題 分了之後 就不行了 大家覺得這套 其實大家覺得是有什麼問題 劇情最大的問題 我不管 話不樂 我聽聲音 聽女優聲音 但劇情完全說不通 我又覺得這套 跟我之前說的問題 這套東西不是劇情的說不通 只是他在前期不鋪設定 或者不鋪這一個伏線 最後爆出一個就是 任何人都沒辦法猜到 或者知道你會這樣做 而這個做法對這套劇有什麼意義 因為這些戲其實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講 輕少說也好 其實他有個主題 其實是有個 就是由個主題出發去顯身一些 就算 我們覺得會有趣的劇情 是因為 他在那個題材底下 我們有一個很慣性的思路 那就是這樣 但他創造了一些就是 你會覺得 其實這樣講到通的劇情 那你才會覺得這套 可能有看點 或者真是好看的 這套也都是我們之前說過 就是說不知做什麼 一開始 我是懶得解釋給你聽 這個就是什麼 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 不做不錯 不說就不錯 但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某程度上 他又不是完全的 很有問題 我想你都看了幾年魔法戰爭 其實你這些設定 大家都知道 其實如果你這套劇 好像很沒什麼普通 我要問十三集盟 其實你不說 我覺得無所謂 有時候 就等於那些YuliYuli 或者什麼都好 你突然間在龍村 有一個人來了 你都不會arguer 那些什麼 為什麼那裡沒有人住的地方 有學校 其實有些事情你都不會arguer 但問題就是 他又好像不是要做廢文片 他又想有些事情做 他又想好像有劇情 他又敢賣便當 但又不會跟你說 那些人是否真的會好便當 但結果那些人就會斬回來 我一死不是問題 我幫你戰鬥花 那你說你的力量來源 最簡單 你是怎樣 我這樣說 這一類滅世的魔法作品 總之這個世界就全包散了 告訴你 人類殘存的最後防線就是這裏 這類型的故事 其實死對他們來說是什麼 即是劇情的 應該說是 這些角色裡面必然會面對 只是說什麼什麼 他什麼時候死 即是有很多 這類型的作品都有 其實都是說 我們講的是派便當 厲害的作品 蒼虹 都是這一類型的 其實 或者在故事去講的話 其實死便當這類型 其實是故事的一個轉折 一個章折的推移 一個必須的步驟 但是所以你會覺得 他有些人死很合理 但問題你會覺得 如果你不知道 他會否吐變到前底下 他會不會死得太多人 不同 你講蒼虜 OK 但蒼虜的細胞已經鋪了 其實人們都知道自己 明天會死 隨時是 我遲早都會死 看看是今天還是明天 但這裏很奇怪 人們明知這個世界已經活了 但他們會死嗎 為什麼會死 不行的 我問之前 摩瘡學研H乘H 都講過那個問題 問題在於 我要做一套魔法戰爭類的作品 魔法戰爭類的作品 有些標準的作品 為什麼都好下去 我用來解釋給你聽 總之有 為什麼要學校 為什麼是學校 你看過他們有學的嗎 那是機動部隊 其實是 學什麼校 學校的設定 是拿來做什麼 除了一套校服 所謂首席的那些東西 其實你套回另一套作品 黑色子彈 他跟那些叫做 area的第幾 有什麼分別 沒有分別 其實你當這班是一班 你是舖 不過你說大家的背景設定不同 所以這班是一班年輕人 年輕女 沒問題 但他們要回學嗎 你從來沒見過他們回學 有學生就是學生 你問那麼多問題 做什麼 我都說他是空 你問那麼多問題 做什麼 我說他是學生 有學生 有老師 有憤怒主任 但你見到 有什麼老師 你從來沒見過老師的職業 他只是有司令官 沒有老師 有個老師扯著 不要走過去 不要走過去 類似的事情 他不是通常那些叫做大人 沒有說過他是老師 你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見到就是他們純粹 你應該當他們部隊去看 就是這班部隊是做些什麼 就是他套過學生下去就是什麼 很理想當然就是什麼 哎呀 學生妹會長倒了 怎麼辦 手席倒了怎麼辦 令到那班人好像什麼 他們是守護這個世界的最後防線 但他們不是舖 手席權力理論實際就是說 看到劇情說的 你是負責調動軍隊 總之你下部隊你指揮 但實際看到的是 其實真的指揮 只有JK秀國會做個指揮 這些人其實就是 一個一挑無生 其實某程度上 我要糾一糾正 樹林說的 可能有些很奇怪 其實他有沒有說過他們 是真的最後防線呢 就未必的 他只是說過他好像最前線這個肯定 但其實內地裡面 那些所謂的搬入內地的大人 或者搬入大地的成員 有沒有防禦能力呢 其實這件事是沒有說過的 他講到唯一一個設定 講過的就是 他好像巨人的個案 你搬到越內陸 越安全走行 越高等的存在 但我的問題就是 你是有假設 我知道一些東西的 其實你假設 我知道一個叫什麼 很常規的設定 但從來在叫做 在這個QC的故事裡面 他從來沒有解釋過 整個世界的架構 你只知道就是什麼 其實我們眼中看到的世界 就是前線這個世界 你只知道是最出 但裡面是兩層成長 還是多少層 你是不知道的 好像他說內陸 但你見到其實根本是假的 沒有內陸 其實根本就是 你能否試得這麼多 假不假 這是揭鼓之後的事 是不重要的 但你要是給一個印象出來 其實 甚至其實你這些是一個復不 就是說 其實是沒有人 沒有人知道過 內陸是一個什麼地方 你這些是一些懸疑 就是說 好像營造到就是什麼 你們這一班 尤其是首席那幾個 就說 你們就是這個世界最強 珍貴戰力 重要資源 但你又說 他們不能掉進去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要守住第一房子 而內陸那裡 其實你會見到就是 有些傷亡 他可能要說一些東西 或者漏一些東西出來 甚至有些人又說 什麼呢 去了內陸 即他有提過的 有些角色都說 受了傷送去內陸 送去內陸 其實你這些你要有號碼 你才會覺得其實內陸這件事 是很內人尋味的 其實是 因為一直沒有人見過 其實 有趣的地方 內陸內人尋味 這個他又不是完全沒有的 但是你會不覺得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最平常 你做這類型的作品 舉例 你用日本本位 我不要計 最常有些什麼 美國來的什麼什麼 那些 永遠都要講英文的屬性設定 其實很類似的 其實如果你套到這套 你會說 有個內陸派出來的人 去幫你手 譬如說 有個人派了便當之後 你可以做這類劇情 但他所做的 就反過來 他就說 有個大人是內陸一點的 他有些奇怪的能力 但你不會對你來講 對於內陸這件事了解了 但那個其實很後 其實你都看到 他彈來了之後 內陸殺了他之後 已經直衝到後面的真相 其實沒有什麼 可以說 而這些 我都是說 他跟我們說 魔衝學員HXXH 其實他那些問題 其實是什麼呢 他理所當然 當你知 或者理所當然 就是什麼呢 我硬塞給你聽 你不自由 其實我是打算這樣 但我沒有打算跟你解釋 而這套東西 他有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 我問兩位主持一個問題 大家覺得 這套作品 主角是誰 我答的話 是阿夏 我答的話 是阿夏 不是這套作品 就是 這套東西 大家明白 這套東西 也是幾個出名的 三個寫手 他們聯合 寫 大家寫一條線 但是 老實說 在故事開頭 他營造出來 豬爺 我們很顯然 豬爺 是一個典型 我們應該看到的主角 老實說 你三位都想說的話 可能你是三主角線 沒有問題 但現在這套東西 最後做到的是什麼呢 基本上我覺得阿夏 才是這套東西的真正主角 無論最後阿天河 阿武基也好 阿豬爺 這兩個我不覺得他們是主角 其實 這個就是有趣的地方 正確點來說 你說三主角 是沒錯的 看你的角度 怎麼看 你從作畫的人設 但是呢 如果你從故事 所有戰略去推進 Kazumi 當然是男主角 很多東西都是他 推到後面的劇情 很多東西都是他 但問題來了 也是前主角 因為這個是三個 不同的作家去寫 如果你說回歸於 這套東西要講一個 比較完整的人物 又講背景的東西 其實他們三個的前傳故事 只有天河那邊有提過 所以如果你講一個人物 完整度來說 就可能當他那邊 反過來來說 其實三遍都是寫到奇怪怪的 但其實你說前傳 所謂小說 其實都是沒有出世 所以你能說 其實阿賊 起碼他有說 OK 所以問題在於 其實他要變成三個角色 其實這三個角色 其實都有一個出發點 不同 其實叫做阿霞 其實就是擔當 就是一個主角 會經歷的所有奇怪的事情 其實是包到他那裡的 其實你很久講 其實最不像主角的那個 其實是阿姆基 姆基根本上 其實你當他是 大茄 support 對 就是大茄的形式的角色 而OK 朱雀的那個角色 其實就是什麼 他不像主角的原因 在於就是什麼 這傢伙是 對劇情沒有任何發展 推草的能力 這傢伙是拖劇情 給人 他是拿來拖劇情 他好像那些知善的 那些難配角 應該這樣講 如果一個完整的角色 就是當主角發生了一些事 他沮喪 他再起 他再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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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循環是可以循環無限次的 但是現在就是拖劇情 就是什麼 單的部分 就交給朱雀 再起的部分 就交給阿霞 這個問題就是什麼 你見到那個人 這個人其實不存在都可以 單一半季 最好笑的是 朱雀理論上 如果他是男主角的話 卡拉利亞試了之後 他應該會先查這個世界真相 吃得好不太 然後查查查查到真相部分 可能他做一些劇情 但他沒有做到 他提到一個房間裡 其實他是把男主角 這些魔法戰爭類作品的男主角 他割開了一半 總之是什麼呢 理性智慧那部分 分了出來 所以他沒有力量 但是力量和武佬 和情感那部分 就割開了給朱雀 所以就變了兩個角色 但是這兩個角色就是 正常的 還算這樣的這些角色 好像說熱血笨蛋 和志謀形的角色 都可以相處角 但是現在就是什麼呢 朱雀去到最後整套劇裡面 他做了什麼 他純粹其實是什麼呢 他純粹就是一隻豹 他跟Linus裡面的 用火的那個人沒有分別 山田 山田 山田的姐姐還是山田 野死老虎那個 他有個清晰定義 他本身就是一個KLFA 他做一個KLFA應該要做的工作 就是什麼呢 戰力消耗單位 但這個都 這個你現在見到的就是朱雀 他講到就是這個人 不停說他的力量好 但其實解決事件是什麼呢 是不需要力量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 其實這個故事 一開始的發展 他主事點是朱雀 但是搞到他的單位之後 就轉了人 所以其實你會覺得很奇怪 變得好像轉男主角 那是說不定 因為就是什麼呢 朱雀你見到他的變法就是 卡納尼亞死了之後 他脫掉了 然後他得出了一個答案就是什麼呢 這個世界沒有意思的了 總之就是說 抱著一起死吧 大家 他覺得呢 因為朱雀的哲零太死了 他只喜歡他的青梅竹馬 死了之後就down了 那其實你應該做個劇情給他 up起的 但誰想不到 就索性你down下去了 不要管 你也不可能叫他up起 這樣會有人家破裂的 對 所以如果不up的話 劇情要走的 就變成千二國 但為什麼你要派這個女角去團檔呢 如果是這樣 問題就是什麼呢 然後他很簡單就是 阿霞叫阿明的葉 跟他說一句話 然後他就突然之間 起床說 我只幫你一次 但是你覺得就是 喂 作為一個演員都專業一點 大佬 不是 是臨時演員都是演員 他那個不是再起都不知什麼 你是不知為什麼 他願意去出手 因為老實說 這傢伙已經是 我簡單說就是脫掉了 你要一個脫掉的人 去出手 他是有兩種方法的 這個角色想去送死的了 我就說我心無可戀的了 不過就說 我尋找死的機會 我終於找到一個 這個舞台死簡直是一流 簡直是 無論天時地你任 嘩 撤殺我死出去之後 就有個背影 就被大家看到 這個問號東西 已經過太多字 或者是另類的報仇 即是他找到誰殺卡拉尼亞 他出去的話 但問題就是 其實這套東西 比較前期你看到感覺上 好像可以做報仇 或者波斯 其實就是 卡拉尼亞拜拜之前 代表那隻大野 要不然你已經去到最後 所以你沒有一個原因 無緣無故叫他出來 沒有的 可以的 你很想 朱雀的思維你講一講 即是他死了之後 你這幫外星人殺了女朋友 我殺了你 就衝去打 他不用單日 而這個故事其實 它叫做什麼呢 它是會令到這班 這班學生 不要說主角群 其他的所有人 是會混亂 因為就是說 中段裏面 講到 原來 這個世界 其實你們 你們看的世界 並不是你們認知的世界 你們的視覺 你們的觀感 是被操控著 We are John Z 又是一隻沙爺之歌 沙爺之歌 沙爺之歌 不過沙爺之歌是晴天化的意思 你看到後面一角 你要明白 你這一種 就是突然之間 有人告訴你 叫做什麼呢 我叫做 為了你三觀 我突然之間 我突然間 如果我為了你三觀底下 代表跟你講另一套 OK EVEN 我好像就是你這班人 正常來說 你根本分不出 你前面這個人 究竟是真實 還是不是真實 這個就等同於 其實你和 你二世紀三國 沙爺之歌 沙爺之歌 沒分別 大哥 我也是講問題 我怎知道你說的東西是真 說不定 你說是假的 其實那邊才是真的 EVEN是真的 EVEN是假的 你都要找人驗證一下 你真是 這條有趣的地方是怎樣 這些東西是無法證明的 可以證明的 但他們劇情不證明 我們打主角 他找了一個 就是說 好聞好聞好聞的媽媽 她說了一大堆話之後 你不是不信嗎 我當然不信 我媽媽四五十歲 怎麼這麼年輕 假的 打小的先 你明白就是 喂 大哥 大師說的東西 業障重的東西 你那一下 你看到現在 突然之間 我說過事實給你們聽 裏面最正常的那個人是什麼 副手那位 背後的妹妹 喂 大哥 你說 是不是這麼容易去接受 這件事 她說得很合理 我們跟她 從小到大 她又跟我們爸爸媽媽一樣 你突然來那個人 你叫我信你 信你 阿霞和明明 可能又說 我媽媽來的 叫做被情感影響了 ok fine 我接受的 這件事 但是 其他人是很難接受的 這件事 你說就是了 你要知道最好笑的是什麼 阿武基 就是天涵 他在一面打 就聽那邊說 但他回憶 也是回憶那邊 那邊的東西 你覺得這件事 是很有趣的 聽完之後 你被一件事說 我之前殺了很多人類 應該 你應該要崩潰 不是崩潰 那麼簡單 其實你會思考 就是你出手的理由 還有就是你要找出真實 其實這個位置是什麼 他也是很簡單的 用一下就說 沒有啊 我在電腦按了 我看到一些資料 然後我就突然之間發現了一個 就是 紙傳的資料 我就發現了世界的真相 嘩 真簡單 但你怎麼可以放這麼黃黃看 我不相信 問題就是 那些紙放的真相 是誰的 你都在人家外食 你要難聽說 衰衰對巨人 你跟他說 艾倫的老爸 他留下了一些資料 告訴你 沒有人知道 但你都知道 就是什麼 原來世界的智者是他 他已經看穿了一切 他放在一些人類接觸不到地方 那我去到那個地方 都猜到應該沒有人做手腳 但你從自己外星人的基地 那個廢墟裡找得出來的東西 你覺得是不是真的信得過 他可能是這個世界 騙局初稿一 騙局初稿二 這個問題就是 我還是去到那個地方 我在一個密室裏面 找到一些秘密資料 他不是不是真的嗎 看三國演義 反鑑計 這些東西欺騙你 我不是說 這個問題就是 剛才說 劇情那裏就是 我之前完全不說 你無法評論我 我現在給你 你吃吧 他真的說 他是一個威脅 他是一個 我看今季裏面 就好像你說 我跟美人摸牌都寒著 是沒有分別的 很簡單 你當一番人類的關 你信人類 你打回外星人 你面前一班外星人出來 你肯定那些是人類 二 學生質這個問題就是 剛才說 他們應該要有轉折的精神 OK 我們說回外星人 愛妮和阿裘德 就是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精神分離 外星人你不怪得 他因為你不是外星人 外星人的理論 其實你如果用人類的邏則 就是什麼 很愛你們 所以我愛你們 而就是什麼 我要你們打死人類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想你們 永遠留在我身邊 心孝 你可以當一個精神失常的女人 然後 阿裘德 你就是說什麼 我終於遇到我的女人 我終於遇到沙耶 告訴你 其實說得通的 我又覺得不是很大的問題 不是不是 有個問題 如果女兒的外星人 外星人最高級的軍官 她有話事權 我覺得制定的作戰不是問題 其實她算的 看不到 二 她沒有特別說外星人 她的身格是多少 她定了規則出來 其他外星人會搜 即是 你跟人類男人亂來 你談這條規則問題 到底外星人怎樣想 問題最大的位置就是 明日耀和阿霞的媽媽 她說了一個就是 外星人的最終目的是什麼 就是等你們這一班 小朋友的身體 可以跟外星人融合 然後外星人就取代了你的意識 變成了他們可以使用的身體 你怎麼知道那麼多 你不要理她媽媽為什麼知道那麼多 都是告訴你 我告訴你就是 不是 她媽媽有說過 這些大人的世界很黑暗 涉及了很多錢 暴力 死人 所以你不要問那麼多 而這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回到外星人的個案 她就說 我是很喜歡這班小朋友 很想和他們繼續一起生活 但接著是什麼 她照常人外星人的目標 這傢伙根本上都是精神分裂 那又不是絕對 你當是養寵物 養寵物和養豬 她可以養著那六個人 但找其他身體去換 不是 外星人落了上層 拿了指令 說要取代人類 我打我不會違抗 但我喜歡你們 所以你們起身 不關係 其實 這些都是設定沒有說的 關了那波圖 她照樣在這裏 可以做新世界的阿當和夏娃 可以的 那波圖是什麼 那波圖是持續送軍隊出來 其實她是不需要這些軍隊的 有一個問題 你見到一開始地球入侵的時候 她們是不用小孩的 然後打到現在 大家說我們不夠打 我們要小孩出來 那為什麼大家不夠打 我又不明白 我現在說我夠打 我整個都打出來 這裏的問題也是一個推理的問題 但它是假設你能夠推理的 問題就是什麼呢 他們這班種族是為了追求更加優秀的進化 所以就是什麼呢 他們用了計劃 將這班小孩的這個硬件 他們擁有很優秀的能力 魔改了它 但是魔改了之後 發覺這個魔改的能力 已經超越了外星人 他們本身的個體優質質素 然後這班人如果叛變的時候 就不夠打 這些是推理問題 等同這個問題 我告訴你什麼呢 例子是什麼呢 蒙面超人 他改造了一號之後 我發覺原來一號是警告了所有人 那怎麼辦 我想的 我不敢肯定 究竟有多少人可以想到這一步 而合理化他的劇情 記得上面是說說話 沒有說過的 我不知道 但是在一個邏輯推理底下 你可以這樣推理 這件事是通的 都說憑我多年看這個動漫畫的經驗 因為這些設定 魔法戰爭的設定是難拿不到的 不是 夢面超人是特色 夢面超人有漫畫的 全部都是漫畫 所以劇情裡面 你就是這些就是什麼 我也是說 你要自己去運一套東西 去解通這件事 但是告訴你 我就不打算跟你說了 他連他的水晶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 哪一粒水晶 他們沒有起也有一粒水晶 他們沒有起也有一粒水晶 我最初以為是彈甲 OP好像有提過 但見到最後都沒有說過 那一粒水晶是什麼 他們都說這個是 下個階段的魔法 新階段的魔法戰爭 我不需要跟你解釋 你不就當他好像哥哥大人 他有個寫人的魔法 那一粒水晶 你這樣說 就是 劣等生 只是什麼 我解釋了給你聽 解釋 是 不需要你理解的 但是我告訴你 我知道 高科技的東西 怎樣都要解釋一下 但你明明是另一回事 我可以跟你講佛解 告訴你佛是存在的 但現在那個問題就是 告訴你 神是存在的 什麼神 總之現在有個神存在 那這些是業障 眼睛業障 錯 那整套東西都是業障 目標的就是業障 這套東西的主題 你一直在說什麼 其實它是沒有主題 主題應該是在豬著身上 主題不是賣過嗎 豬著有的嗎 豬著就是 怎樣為之拯救世界 拯救世界的定義 你還在說這件事 大佬華寶寶 我都自然拯救世界 後來沒有一件事 他的自願不是跟 Carlaneus 放閃光的嗎 不 他的自願就是 你拯救世界 是一個過程 或者是一個目標 但這個目標 你是想達成某些東西 而需要拯救世界 他的目標就是 Carlanea 最後他發現了 原來我講了這麼多廢話 其實只不過是 其實我想 女兒在我身邊 搞了一大輪 道理是可以很簡單的 但是叫做什麼呢 這個沉仔的過程 不是由他去尋找到的 而是阿霞幫他尋找到的 所以整件事很怪 你從沙耶之哥的角度去看 一開始是朱雀做事點 但跟著搞搞下 變了阿霞做事點 那朱雀又 down 你整件事感覺就是 男主角推了他的朋友 到井那段 他就是推了朱雀下去 但推了朱雀下去之後 最後贏了朱雀 朱雀很happy 但阿霞不知去了哪裡 找了妹妹 整件事你理解不了做什麼 你說那些好像是有兩個很好的兄弟 然後一個殺了對方 然後他們兩邊因為那兩個樣子很像 然後跟著 交換了身體 身份那些 這些金田一的劇情 怪獸老虎 古龍 韜夜的精結所在就是說 是啊 你看了什麼 你好像看了很多東西 但是很多東西是什麼 沒有的 你是很有趣的地方 我想如果大家這些都是說 你嚴命長的動畫 你看完之後 你不下一個假設 不下一個定位給他的話 這套東西 你是說不出 究竟他又好像有說過的東西 但是又不是說不通 但是他又沒有怎麼說過的東西 整件事很完整件事 叫做看了兩套之後 我定義到新世代的這個魔法戰爭 它是一個什麼呢 它是一本填充寶 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一連級魔法戰爭科 的填充寶 就是什麼呢 他給了很多接駁位給你 你填回劇情下去 哇 你填完之後 你填完之後 是不是覺得這套東西很好看 不是那些叫第一屆 日本魔法戰爭動畫檢定 那些 對了 日本人喜歡用檢定 說得好這句話 是啊 這是檢定作品來的 還要是第幾階段不同 因為故事會不同 所以他要回N1234 看看底下有N5 那沒有肯定 我一定是top了 喂 我去拿證書先 好 我們這套去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